民眾黨立委黃國昌週末到板橋響應捐血活動 儘管新北市長這一局藍白合不合仍是未知數 但另一頭國會戰場藍營要修法調高罷免門檻 則先喊話爭取跟白銀再合作 這一回黃國昌劃清界線不停藍營調高罷免門檻 不只因為黃國昌過去主張就是調降門檻 恐怕也跟柯文哲出手大有關聯 這番話似乎也在暗指黃國昌主導下的民眾黨團 從國會擴權到不出席變相護航國民黨的救國團條款 太政治 畢竟日前就傳出柯文哲對於被貼上覆水 組織小藍標籤 導致民調崩跌有違詞 加上近期才華法柯山聯手 讓黃國昌浮現危機感 這次才跟藍營切得一乾二淨 在柯文哲主導下 黃國昌只能暫時收斂锋芒芒 免得令委市長兩頭空 三立新聞 留意電腦麥均 SQ小組 綜合報導